壮观后山那条道路 我们这边就是一句话 因为那是私人产权 工部门的无法进去来围养 里长也一直在哀嚎说 希望能够重铺重铺 但是就是卡到说这是私人土地 可是这条道路已经让整个社区 这样子走了二三十年了 还在说是私人土地 所以大家真的是摸不着头绪 到底谁能够来协助我 来重新铺设这条巷道 目前能够做的 就是我刚才跟一座报告的 我们会先去查 到底有没有指过建筑线 有指过建筑线的话 就是非封闭型社区的道路维护计划 我觉得那个就是可以优先来处理 另外就是讲的是封闭型的话 该做维护的适当的维护 我觉得因为有一些是坑洞的部分 然后有一些是连续的 那我们能够扩大范围去做一些修补的 我们用类似技术性上去做克服 那真的要到达全面跑铺的话 我觉得那个就是法令 我们去跟我们法治单位做进一步的思考 看能不能进一步去松绑 现在都发出这个部分 我们希望都记单位开始做第一个事情 其实我们有做这样子的调解 当然这是结构性 第二件事情是 这些事情要更小心化建筑线 在本席担任议员第一次咨询的时候 就跟市长提出壮观后山那条道路的问题 而且本席还拿出了83年 民国83年的空拍照出来 证明这条路已经 真的是已经存在25年以上了 可是市长都是一直在说 该道路不应该存在 可能就是刚才我们徐处长 刚才所解释的这个状况 该道路不应该存在 也不是法定上正式的道路 甚至还主张说大家以为它是一条路 但事实上它不是一条路 就是不是路的路 所以市长 可是这一段 这一条迈进路三项 真的是也是大家 出出路路二三十年的道路 所以在市长你接受电视专访的时候 你有说过 这八年的市政中 你在没钱没人没土地下 完成许多不可能的建设 所以在这边本席也希望说 市长你能够秉持这样的精神 苦民所苦 来发挥你的巧思 来将这条路 确实是我们市民所需要的 确实坑坑洞洞的 这个迷之路 能够想想办法 让它能够合法化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